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大当家 16岁的月娇也到了失婚年龄 由于俊俏可人 又是首富之女 上门提亲者络绎不绝 由于月娇是首富之女 又生得如花似玉 除了豪门富户和官宦人家 一般人家也不敢上门提亲 然而 郑月娇却偏偏看上了一个穷书生 书生叫周云龙 18岁 皮肤白皙 面目清秀 貌若攀安 周云龙家也在青龙镇 父亲是走劫串巷的小商贩 本小利威 赚的钱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父亲本来想让儿子 也跟着他学做生意 积攒些本钱在镇上开个铺子 但周云龙却喜欢读书 一心想考取功名 成名立万 父亲见儿子志向远大 便答应儿子供他读书 每天走街串巷跑得更勤了 但除了一家人吃喝 儿子读书也要花银子 于是 母亲除了做饭做家务 也给豪门大户洗衣服 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郑月娇早在13岁时 就喜欢上了周云龙 那是一个春日 阳光明媚 百花盛开 郑月娇和贴身丫鬟 一起去河边踏青 河水清澈见底 岸边杨柳依 岸上菜花金黄一片 一群孩子在追逐蝴蝶 游玩戏耍 牙欢说 姐姐 我们也去捉蝴蝶吧 捉一只带回去 放在盒子里玩 郑月娇却说 我不想和一群小孩子玩 咱们还是去河边 捡几块好看的小石头 带回家放在鱼缸里 于是 他们便向河边走去 将近河边 郑月娇看到一棵柳树下 有一个少年 正坐在大石头上埋头读书 青草如荫 百花飘香 如此春光 却有人在此安静地读书 郑月娇不有心生敬意 于是 便往少年跟前走去 少年仍然在专心送赌 论语 子曰 君子时无求宝 居无求安 面于事而甚于言 旧有道而正焉 可谓好学也已 郑月娇接着送读道 子贡曰 平儿无产 富儿无娇 何如 子曰 可也 未若平而乐 富儿好里哲也 少年抬头一看 面前站着一位如花似语的姑娘 便立即站起来说 姑娘好记性 论语都背下来了 郑月娇说 也没有全背下来 正好这个记住了 这么好的春光 别人都在游玩 你却在这里专心读书 真实好志向 少年到 姑娘过奖了 距离相识大考只有一年了 在下不才 不努力不行啊 姑娘貌若天仙 并远修花 熟读诗书 富儿有礼 真是才貌双全 敢问姑娘方明 郑月娇说 谢谢您的谬赞 我叫郑月娇 只是读了几本书 才貌双全却不敢当 请问公子怎么称呼 少年说 我叫周云龙 出身普通人家 不敢称公子 郑月娇道 好名字 好名字 云龙者 云中之龙 志向远大 你现在是乾隆在渊 他日金榜提名 便是人中之龙 我喜欢读书人 可以交个朋友吗 周云龙道 长蒙姑娘厚爱 云龙当然非常愿意 于是 两人成为朋友 此后 云龙天天来河边读书 而郑月娇也天天来河边游玩 日久生情 两人的关系逐渐加深 半年后 坠入爱河 并山市海盟 一个非他不娶 一个非他不嫁 只是郑月娇知道 父母肯定不会同意 他嫁给一个穷书生 所以一直瞒着父母 三年后 郑月娇长到16岁 提亲者踏破门槛 父母给他找了 很多豪门大户的公子 让他挑 他都不愿意 郑月娇很是生气 说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我们让你挑选 已经很好了 难不成你要嫁一个亲王 我和你娘为你定了一个 就是镇上潘元外家的公子 就不要再挑三拣四了 潘元外虽然不是青龙镇的首富 但也是排在前五的富家 他只有一个儿子 取名潘有名 生的一表人才 风度翩翩 很多姑娘都想嫁给他 但他只喜欢郑月娇 于是对父母说 这辈子非郑月娇不娶 郑月娇当然也很愿意 将女儿嫁给潘家公子 郑潘两家门刀户队 潘公子一表人才 女儿月娇如花似玉 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 但郑月娇却根本不愿意 他只想嫁给周月娄 而现在父母一定要他嫁给潘有名 无奈之下便对父母说 爹 娘 女儿不孝 女儿心里已经有人了 我是不会嫁给潘公子的 父母问他看上哪个公子了 月娇说 说了你们也不同意 他不是大户人家的公子 只是个穷书生 仲元外说 闺女儿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你嫁给一个穷书生 他连自己都养不起 你跟着他喝西北风 郑月娇说 他现在只是个穷书生 但他志向远大 又勤奋努力 将来前途无量 郑月娇知道女儿的脾气 看准了的路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 便说 这样吧 明年如果他能考中举人 我和你娘便答应你 考不中就听我们的 郑月娇只好答应 但他没有把父母的话告诉云龙 怕影响他的情绪 一转眼 乡试大考就到了 郑月娇给了周云龙二十两银子 让他去省城参加乡试 一个月后 乡试大考放榜 而周云龙明末孙山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 不吃不喝 谁也不见 郑月娇在门外苦苦相劝 说不要泄气 今年不行 三年后再考 但周云龙就是不开门 而是一直在喝酒 郑月娇说 云龙 想不到你是经不起一点挫折的男人 你要这样 那我就走了 回去答应爹嫁给人家潘公子 这时 门开了 周云龙已经喝得醉醺醺醺的 走路都不晚 郑月娇拿过酒说 周云龙 我见你有志向 读书勤奋才喜欢你 你要是继续读书 三年后再考 我就等你 你要是一阵不均 我们就一刀两断 周云龙说 你 你保证会等我三年吗 郑月娇说 我要是不等你还会来找你吗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你知道我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女人 心里就只有你一个 你要相信我 云龙稍微清醒了一点说 月娇 我就是太喜欢你了 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考取公明 然后娶你 郑月娇说 云龙 我相信你 我会等着你金榜提名 然而 郑月娇对女儿说 周云龙已经名落孙山 你就嫁给潘公子吧 潘公子也亲自登门提亲 但郑月娇说 我现在还小 还不想嫁人 过几年再说吧 潘友明说 那我等你 一直等到你答应 郑月娇说 潘少爷 你不用等 我是不会嫁给你的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潘友明说 让我死心 除非你成了亲 你一天不成亲 我就等你一天 你一直不成亲 我就一直等你 半个月后 郑月娇又去看周云龙 看她究竟从悲观中走出来没有 来到周云龙家 见周云龙正在读书写文章 郑月娇便放心了 周云龙说 月娇 以后别来看我了 我要闭门读书 直到金榜提名 郑月娇说 好吧 需要什么你让人告诉我 这五十两银子你留下 你爹你娘太辛苦 别让他们那么辛苦了 我不会再来打扰你读书 但我会一直等到你金榜提名 说完就走了 半年后 郑月娇又偷偷来周云龙家 看过几次 但见周云龙的门关着 就走了 一年后 她又来看过一次 周云龙的门依然关着 两年后 郑月娇又来周云龙家看 见她家的门依然紧闭 心里想 我没有看错人 她一定在努力读书 但她忍不住想去敲开门 见她一面 哪怕说上半句话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不能打扰她 不能让她分心 回到家 父亲问她去哪里了 她撒谎说 去街上逛了一圈 郑月娇啊 你没听说吗 最近镇上有几个女子失踪了 估计是被坏人掳走了 家属报了关 但到现在还找不到线索 你就不要乱跑了 更不可一个人独自外出 郑月娇说 我知道了 爹 郑月娇说 闺女啊 你就是不听爹的话 听说被掳走的都是没成过亲的姑娘 你不嫁人我和你娘不放心啊 郑月娇说 爹 我一个人不出去不就行了 您和我娘放心吧 然而 接下来的事让郑月娇一下子心灰意朗 彻底垮了 这天 郑月娇又偷偷跑出去 来到周云龙家 因为相事很快就到了 她想看看云龙准备的怎么样了 然而 让她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她见到了云龙的父母 但父母说 云龙离开家已经有多半年了 他们到处找 至今还没有踪养 郑月娇问 她因为什么离开家呢 云龙父母说 其实 落榜后 她一直没有好好读书 而是经常到外面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 我们说了她几次 她干脆就不回来了 爱 郑月娇感觉像五雷轰顶 头晕眼花 跌跌撞撞往家里走去 突然眼前一黑就倒在地上 等她醒来 却发现自己躺在家里床上 潘友明坐在她的床前 潘友明说 你醒了 我给你倒一碗水 说着给月娇倒了一碗热水 月娇喝了一口说 是你把我弄回来的 你怎么也在那里 潘友明说 当时 我正好路过那里 看到你晕倒在地 就把你弄回来了 郑月娇说 谢谢你 不要把这事告诉我爹我娘 我没事了 你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潘友明说 我不会告诉他们 那我走了 有需要我帮忙的 你稍个性就行 怎么会这样呢 周云龙到底为什么不读书了呢 他现在在哪里呢 我必须得找到他 当面问清楚 于是 他花钱找人打听周云龙在哪里 但半个月了 仍然找不到周云龙的下落 有人说 周云龙赌博输了大钱 被债主打死了 但郑月娇还是不相信 活要见人 死要见鬼 他仍然在继续寻找 郑云外对女儿说 月娇啊 听说那个周云龙 因欠了赌债被债主打死了 你就死了心嫁给潘公子吧 你看人家潘公子多有涵养 明知道你和周云龙好 但一点也不生气 而且一直等着你 这么好的人你不嫁 偏偏对一个废人 死人不死心 世上还有你这么傻的女人吗 郑月娇说 爹 你说的都是听说 谁也没见过他欠了赌债被打死了 就是死了也应该有失手吧 反正不见到他的人 我都不相信 郑云外叹了一口气说 爱 你这是磨着了 这天 郑月娇正在屋里想先死 邻居来对他说 月娇 快去看看 有人发现周云龙的尸体了 郑月娇急忙站起来说 在哪里 快带我去看 邻居说 你跟我来 郑月娇跟着邻居 很快就到一个地方 见很多人围在那里 郑月娇分开人群 走近一看 是一个男人 头和脸被白布盖着 听说脸已经被砍得分不清面目了 从个子和衣服看 是周云龙 周云龙的父母也在 母亲已经哭晕过去 父亲也是悲痛不已 不大时候 欣雅的捕快来将尸体抬走了 看来的确是周云龙 周云娇眼前一黑 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过来 已经躺在自己家里 仍然是潘有明把他背回家的 他很感动 潘有明的确对自己好 可他的心还在周云龙那里 如今 周云龙真的死了 他觉得自己的心也死了 潘有明说 你醒了 要不要请大夫来看看 你已经晕了两次了 云龙走了 我知道你很伤心 可人死不能复生 是他辜负了你的期望 你对他那么好 可他自己却不争气 路是自己走的 你也不要太伤心了 郑云娇说 谢谢你有明 两次晕倒都是你把我救回来 你对我的好我不会忘记 你的心思我都明白 但你要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静一静 潘有明说 好 我不会勉强你 我会一直等着你 转眼半个月过去了 周云龙的案子还没有了结 凶手还没有找到 债主仍被关押在县衙大牢戴山 郑云外夫妇又劝女儿与潘公子定亲 月娇虽然还没有完全转过弯来 但心里已经决定嫁给潘公子 于是 郑潘两家父母 很快为潘有明和郑月娇定了亲 并选好吉日 半个月后拜堂成亲 半个月后 郑云外和潘云外两家张灯结彩 披红挂绿 一顶大红轿将新娘郑月娇 抬到潘家大院 潘有明披红带花与郑月娇拜堂成亲 然而 就在四一海一拜天地的时候 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慢 新娘是我的女人 只见一个人大步走了进来 进来的不是别人 而是众所周知 被债主打死的周云龙 新郎潘有明惊呆了 新娘郑月娇惊呆了 郑月娇和潘云外夫妇惊呆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 郑月娇走过来说 云龙 真的是你吗 你不是被打死了吗 周云龙一把将郑月娇揽在怀里说 月娇 没错 是我 谁说我死了 那都是骗你的 郑月娇说 云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于是 周云龙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 他有明早就觊觎郑月娇的美貌 发誓一定要把他取到手 但当他发现 郑月娇喜欢的人是穷书生周云龙时 就心生歹念 想方设法害死周云龙 但被周云龙及时发现了 周云龙为了马逼潘有明 忙过所有人 假装颓废 与一群混混混在一起 吃喝嫖赌 但发现这样不行 潘有明依然想害死他 于是便离家出走 来到一个尼姑庵 假扮尼姑 在庵内发愤读书 最终参加相识大考 而且考中第一名戒员 而他有明找不到周云龙 为了让郑月娇相信周云龙已死 便弄了一个与周云龙各自差不多的死人 又让人潜入云龙家 偷了周云龙一身衣服 穿在死人身上 并将其面部毁容 这样 连周云龙父母也被骗了 而周云龙从省城回来 发现郑月娇与潘有明 正要拜堂成亲 便立即报案 并带着捕快赶了过来 这时 一对报喜人进来 向周云龙送来席报 恭喜周云龙 相识大考考中第一名戒员 就在人们欢呼的时候 几个捕快冲进来 将潘有明用绳子捆起来带走了 大堂之上 潘有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被判坐牢二十年 之后 郑月娇嫁给周云龙 周云龙继续读书 三年后 参加会试和电视 中了状元 后被任命为无品之妇 郑月娇也成为之妇夫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